上期视频我们讲述了无尾此事的前半生 如何断尾自救 凭一己之力养大了查拉拉狮群姐妹花 使查拉拉狮群后继有人得以传承 这期视频我们来讲述一下无尾此事的后半生 如何在动荡不安的生存环境中 凭一己之力不仅力抱儿子索罗的成娘 还培养出了四个坏娘 成就了未来的两大超级狮群 在罗拉克斯特联盟入侵查拉拉狮群 咬死了无尾此事其中的一个儿子之后 无尾此事带着幸存的索罗雄狮与查拉拉姐妹 往萨北地区的大象平原营地逃亡 暂时阔别旧领地 不久之后查拉拉狮群又遇到了一条 名字叫洛奇的壮年雄狮入群 这次查拉拉姐妹俩 没有再继续跟母亲和弟弟一起逃亡 而是选择了接受洛奇雄狮的统治 并很快生下了洛奇雄狮的后代 而无尾此事则继续护着未成年的索罗雄狮 不肯屈服 这期间无尾此事和洛奇雄狮 经历过无数次的斗智斗勇 驱逐于反驱逐 追杀于反追杀 不离不弃地一直把索罗雄狮拉扯长大到三岁多 直到他们遭遇了 以恩格拉拉里克为首的坏男孩联盟入侵 洛奇雄狮当场被坏男孩联盟咬死 查拉拉姐妹所生洛奇雄狮的后代 也都全部不能信念 唯独索罗雄狮在无尾此事的掩护下 跑了出来 无尾此事为了保护年轻的索罗雄狮 与恩格拉拉里克发生了大斗 最终这个被人以残暴著称的雄狮联盟 近期计划地放过了索罗雄狮 也没有过多地为难无尾此事 龙多洛兹的护林园 有明确地记载过 恩格拉拉里克在加入斯巴达士军之前 无尾此事的母亲曾收养过他 也就是说无尾此事与恩格拉拉里克 曾一起共同成长过 关于索罗雄狮 他能活下来就已经是个生存奇迹了 除了他母亲无尾此事的关键因素外 与他自身的生存意志 也有着莫大的关系 他生不逢时地出生在父亲的晚年 是四兄妹中的唯一幸存者 他成长于萨比山竞争最恶劣的时代 他是无尾此事替他挡住的攻击中 幸存下来的 他在逃跑的过程中学会了如何的自保 如何躲避风险又如何的获得食物 如何的在失散中让母亲找到自己 然而这一切在坏南海联盟到来之后都被打破 在他们的强大压力下 无尾此事不得不放手 索罗雄狮也不得不离开查拉拉士群 开始独立的谋生 而无尾此事与他的女儿查拉拉姐妹 也开始正式接受坏南海联盟的统治 开始进入师生的另一阶段 在坏南海联盟强有力的保护下 查拉拉士群感受到从来没有过的太平日子 没有猎狗再敢来骚扰他们 没有竞争对手再敢来侵犯他们的领地 但是就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中 07年到08年一年多的时间里面 所生的后代竟无一存活 直到2009年初 三头母狮所生的八只幼崽才堆幸存下来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 一年半以后 2010年的6月 看守查拉拉狮群的两头坏南海穆瓦斯兄弟 遭遇了五条保卫者雄狮联盟的入侵 结果联盟双方各损失一名成员之后 坏南海退守西部 保卫者联盟入侵成功 而查拉拉狮群的八名亚成员小狮子 有四只被保卫者雄狮给杀害 另外的四只在无尾瓷尸的保护下逃了出来 幸存下来的这四只小瓷尸 就是后来的曼海尼士群的四姐妹 为了避开保卫者联盟的追杀 无尾瓷尸不得不带他们离开了传统领地 而留下来的查拉拉两姐妹 不得不正式接受保卫者联盟的统治 无尾瓷尸就这样带着四只未满两周岁的小狮子 重新过起了花豹般的隐秘生活 不过对于这种环境挑战 对现在的无尾瓷尸来说 早几年前他就已经习惯 他应对这样的生存环境 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 只不过靠他自己捕猎 要为保四只正在疯狂长身体压成年狮子 无尾瓷尸面临的压力也着实不小 虽然日子过得是艰难点 好在无尾瓷尸是个优秀的猎手 他的生存经验无以伦比的 四只小瓷尸在他的养育下正快速地成长 同时他们耳濡目染地在无尾瓷尸的印象下 也能给无尾瓷尸狩猎行动 带来一些协助 偶尔四姐妹也能相互配合 不抓一些小猎物来加餐 无尾瓷尸的压力有所减轻 他虽然带着小狮子们正在逃亡 但是他一直都没有忘记他的旧领帝 还有他的两个女儿 无尾瓷尸无时无刻不幻想着 总有一天他会带着女儿们回家 壮大查拉拉狮群 2011年10月底 无尾母士带着曼海尼四姐妹 回到了龙兜落子准备与查拉拉狮群的两女儿相见 当姐妹俩看到一年多未见的母亲 露出了欣喜若狂的神态 他们立马向母亲碰头亲吻 表示出对母亲的思念之情 可是当姐妹俩看到躲在无尾瓷尸身后的曼海尼时 他们立马咆哮着向曼海尼瓷尸展开攻击 无尾瓷尸面对着突发状况 他有点措手不羁 本能地用身体挡住女儿的攻击 护着曼海尼小瓷尸 年轻的曼海尼姐妹趁机迅速逃离 查拉拉姐妹俩无法接受四只曼海尼的加入 尽管四只曼海尼当中有的可能是他们的女儿 但是狮子的世界就是这么奇怪 他们在乎的是现在的女儿 遭到拒绝的曼海尼四姐妹 从此埋下了与他们母亲之间仇恨的种子 而夹在中间的无尾瓷尸 将来将要面对手心手为都是肉的艰难抉择 而这次无尾瓷尸的回归 同时也引起了四头保卫者雄狮的注意 他们开始在领地里 搜寻着无尾瓷尸和曼海尼姐妹的下落 而由于无尾母是担心保卫者雄狮 对曼海尼姐妹的伤害 他再次的挺身而出 假装发情与四头保卫者雄狮周旋 以此来掩护曼海尼四姐妹的逃跑 他们逃回到了萨比地区的水特营地 在那里他们遇到了 在该地区流浪的明河南海 可能是他们的年龄相放 命运相同 双方都需要彼此 抱团取冷 是这群年轻亚成年的不错选择 而被保卫者雄狮盯上的无尾瓷尸 也没有办法迅速地赶过去 与曼海尼姐妹团聚 好在曼海尼四姐妹 与明河南海的抱团 他们能捕获大型猎物 生存已经不成问题 倒是查拉拉尸群的 11月1号这天发生了件大事 他们被猎狗群围攻了 这几乎是六年前 无尾瓷尸被攻击事件的翻版 差不多同样的时间和地点 时间起因同样是 抢夺斑马引起冲突 结果都是查拉拉母狮 被猎狗咬断了尾巴 失去幼崽 他也成了祭坛母亲之后 成为了查拉拉尸群 心无尾瓷尸 而这只查拉拉尸群 心无尾瓷尸 在他的往后余生的命运轨迹 几乎也是他母亲 无尾瓷尸命运的翻版 被猎狗咬伤的查拉拉 两姐妹生存陷入了困境 他们没有办法捕猎 没有能力照顾幼崽 在201年里 两姐妹一共生了八只幼崽 可到了年底的时候 只剩下四只 如果在此刻再没有食物来源 这四只幸存的小幼崽 也很难存活 就在这生存危难之际 查拉拉姐妹的母亲 老吴伟此时及时地出现 为狮群提供了救命的食物 当他们渡过了难关 老吴伟此时又一次 拯救了查拉拉狮群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的时间里 老吴伟此时就这样地 在大女儿查拉拉 与小女儿曼海尼之间 来回地穿梭走动 他希望有一天 他们能互相地接受彼此 团结在一起 但是随着曼海尼 四姐妹的一天天长大 一天天变强 他们也开始变得越来越自信 开始引起了 四头保卫者雄狮的注意 并对他们展开了追求 他们已经成年了 吴伟此时不用再担心 保卫者雄狮对他们伤害 他的义务已经完成 曼海尼四姐妹 已经具备了独立生存的能力 他们就把大象 平原当成了大本音 而吴伟此时更多的时候是 柳在龙都落自 两个大女儿的身边 2012年7月中旬 14岁高龄的吴伟此时 产下了保卫者雄狮的后代 这一国只有一只 这是吴伟此时 最后一次生产了 他一辈子生了六胎 十二只幼崽 养大成年的不到一半 接下来较长的一段时间里 由于保卫者联盟政治壮年 查拉拉师群处于相对的太平时期 他们面临的唯一挑战 就是来自他们的女儿 曼海尼四姐妹的挤压 查拉拉两姐妹 对于曼海尼四姐妹 一直都很排斥 只要看到他们都会展开驱逐 但是形势也在一天天的发生改变 随着四头曼海尼姐妹 变得越来越强 他们深得四头保卫者熊士的爱戴 在2013年以后 形势就发生了完全的改变 曼海尼四姐妹 已经取得压倒性的优势 向南极压查拉拉师群的生存空间 面对这两边女儿的矛盾竞争 开始的时候 吴伟此时还能凭借着威望 在中间作为调停 可当曼海尼四姐妹 陆续地生下小幼崽后 开始变得越加强硬 吴伟此时也会被无差别的攻击 在狮子的世界里面 互读是作为母亲的天性 互诗更是作为动物的本能 在吴伟老慈时养达四只曼海尼 独立出去的那一刻起 就已经不是一个族群 没有了共同利益 成为了竞争对手 剩下的也只有竞争关系 所以在半年后 十五岁高龄的老吴伟此时 被正在互识 互读情况下的曼海尼 攻击重伤而亡 也就不足为奇了 所以最终老吴伟此时 是被自己拼命保护 辛苦养大的曼海尼姐妹 咬伤导致的死亡 当然这与吴伟此时年龄 太大有一定的关系 在老吴伟此时过世后 查拉拉狮群的生存空间 进一步被曼海尼狮群挤压 两头逐渐衰老的查拉拉姐妹 被自己女儿打得 毫无还手的能力 在我们人类的角度来看 这种农夫与蛇的 恩将仇报的行为 是非常可恶的 但是在动物世界里 这种行为现象真不足为奇 这就是吴伟此时的一生 她是一个幸存者 又是一个不幸者 除了生她养她的母亲 保护了她四年 她从没被保护过 却大半辈子都在保护 她的族群 一辈子为之奋斗不惜 狮子是高度社会化的物种 族群是生存的基础 二十几年过去了 查拉拉狮群 现如今又回到了起点 只剩下一条未满三岁的小瓷石 查拉拉狮群又走到了 灭亡的边缘 不知道这头幸存的小瓷石 她是否能创造奇迹 继续传承查拉拉狮群的坚韧 不管结果怎么样 吴伟慈师的基因 都已经传遍了 大半个萨比森保护区 她那种生命不息 奋斗不止 顽强拼搏的生存意志 将得到传承 在接下来下一期的视频里 我们继续来讲述 老吴伟慈师事实后 新吴伟慈师是如何 继承她母亲的一波 为查拉拉狮群的延续 继续奋斗的生存故事 感兴趣的朋友 欢迎点赞关注 下期再见